阿婆,如果有人串你,你可以用下面的血厚语来串回它 不单是让人觉得你很有文化,而且还可以让它哀哀也无法哀哀 阿婆,来啦! 拿不就拿啦,好啊! 邵兴何包? 嗯,多说一啦! 二叔公装黄线? 耐射! 我又问你了,二叔公派大几,下个有什么? 知道,回答了嘛! 那顶湖上素? 嗯,好齋啊! 好齋一语相关,一个是很佛味,很淡的意思 而另一个就是很美的齋菜 那大湾佬买鞋? 三大菜,我只落鞋争 那大湾佬汤夹鸭? 比尖拿 那大湾佬做红木? 不正功辨证鞋 搞错啦! 不正功辨证鞋 那大湾佬搭沉船? 嗯,坚持到底,大湾佬这么高都很短的 我以为大湾佬多英俊 原来大湾佬很多红木 怎知大湾佬有很多血喉语 又来了! 大湾佬吃雪条? 趁血吃啦! 那大湾佬买猪? 夹着吃啦! 那大湾佬哪叹火灰? 那大湾佬只落尼迹尼迦达啦! 那大湾佬教书? 春丢他春啦! 春丢他春啦! 那大湾佬家女? 华丝他痛照尿! 那大湾佬搅米? 粟粟搅我的先啦! 高腰有大湾,屈南有大湾, 英德又有大湾 那说了之后,会不会被大湾佬罵我们呢? 大湾佬有怪莫怪,我都是听回来的 讲完大湾到新桥了 新桥佬买鱼 最后一副 新桥妹仔买薯藤 口奥紫淫笼 新桥佬买火柴 新桥佬买火柴 新桥佬中锤票 含家富贵 新桥话是怎讲 前国爽车,美国落车 你又知不知是什么意思呢? 流的烟 活道佬养猪哪 难得个狗 连堂夫哪,拿黄茅 我拿到黑桶 连堂夫哪,买牙策 求他买算黑道佬 我有问你 连堂天气回报 有血挖没血 连堂夫哪,买岸菜 我这村布真是大岸佬 连堂夫哪,卖车店 嗯,买来托 那六步佬买毛巾 又唱,又大跳,又爽真 那新兴佬看女婿 高大有能 我又问你 白桶仔卖酸菜是什么 阿婆,买啦,包你没酸的 哇,狗兴上你了 哇,狗兴上你了 连堂夫哪,卖车店 睡过才知道 那广陵佬斩竹 嗯,一哭一鹿 那小商佬勾松香 好过一香 那甘道佬种菜 一梦一梦 那西岸水对面 嗯,干燥的 那马安夫哪,丹梅 嚇了 那蜆干夫哪,卖青菜 哦,好老子又不想 那蜆干夫生鱼 炸笨了 蜆干佬喷松 市得人多了 哦,你口才说过了 那蜆干佬卖牛肉 哦,我落那个 如果是邵兴华就会说 我落那个 那落成五村佬喂鸭 嗯,菜多个笨 那水南佬拜山 人行一步 那笋围夫哪,卖大头菜 梦女有梦了 食得大头菜多 那笋围佳菜呢 人见人会 在以前的解析代 那高腰佬看牛股 嗯,无希望 那广宁除了竹笋多之外 还有很多血后语 譬如说,周仔佬教电灯 周信仔 罗刚颇趁虚 一蚊就洗净 那谭布佬竹鸭 没丢得啊,没丢得啊 那山江猛 嗯,虎穷梅坛 那搂疏依旧火 嗯,果梭落野火上针 那怀疾婆哪,控火江 嗯,连下的月浪 那古水老汤猪 甜的啊 那江川老卖鸡 振作精神 那石坚老卖黄瓜 够长又够粗 古扬一番香 具 bank 就是ARY 云楼 云到刀 My股稠 那三个羊 Dream 那绍庆荷包 form 云草叶 明朗 那绍庆荷包又如何有以及驱惹人 這句話以前是沒有的,荷包即是錢包、錢袋 再久一點就叫做雞臣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駝衰人即是連累他人,很雕架很失禮人的意思 甚至是會對他人造成不良的影響 這個荷包是用草編織而成的 雖然耐用,但是很失禮人 放兩個錢幣下去響響,看起來很不體面 甚至好像乞丐兜 所以就是駝衰人 駝衰人和駝衰家是同一個意思 當然這些地域的血厚語又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 只不過是貪口爽流傳下來 到最後阿婆又想問問大家 二叔公家女,下一句是什麼? 還有二叔公插田,下一句又是什麼? 二叔公啟勾股,下一句是什麼? 知道的話,答吧 我們下一期再見,拜拜 說白話,撐粵語,自己有怎樣呢? Hello大家好,我是大面妹 講了幾期粵語,根據粵語口頭善 有網友留言說想學粵語,血厚語 血厚語通常講前半節 而血去後半節就領悟到個中意思 所以就為之,血厚語 今期繼續請95歲的老廣 和大家講一下廣府地區地道的血厚語 給大家聽聽 形容一些只是捨得花錢去嫖的人 又有哪句血厚語呢? 吃辣米給雞丁 形容一些很危險的事又怎樣說呢? 菜刀剃頭好牙煙 什麼叫牙煙呢? 好野野 形容互相碰撞的阿崩買火石 吉過身之之 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廣府人說的阿崩 是少了門牙的人 說話是漏風 所以將狗叫成走 狗聽到之後就起床走 生活上使用的時候 是會忽略後半句 只是說前半句 阿崩叫狗 如果你在生活上想叫某一個人 他不單只裝聽不到 還越走越快 這個時候就可以說 只阿崩叫狗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關於阿崩的蟹頭語 譬如說阿崩吹燒 阿崩吹燒 傻聲傻氣 阿崩湯羊 怕也不能怕 那阿崩養貓 轉死性 人家說我做一枕頭木塞 是什麼意思? 說你貓咬頸 生仔姑娘再走路 即是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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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生仔姑娘醉酒老 這句就很容易理解 生仔姑娘即是慘苦 每次生的時候都說痛 下次不再生 怎知下次又繼續生 醉酒老 每次醉酒之後就很辛苦 都發誓 以後不再喝 怎知下次更醉過上一次 這句歇後語就用這兩類人來表示 做事的時候都說不好 但是下次還會繼續做 冷行街磚? 陰陰濕濕濕 冷行單竹竿? 直出直入 鐵拐你踢球? 一腳踢 一腳踢在粵語裏 是指很忙碌自己一個人做完 那田雞過河? 各有各印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又你踢 你又你踢 我又我踢 還有說做軍巴西電 有好報好有神報神 我問你 阿婆錯誤是什麼? 精神可家 阿婆跨腔頭是什麼? 上落都難 我又問你 阿婆單梯知不知? 哈哈 不知道 你知不知呢? 知道的話 抵一流的言 阿婆 螞蟻咩田螺? 冒充大頭鬼 冒充大頭鬼 即是說沒有那麼大的頭 凹那麼大頂帽 假裝了不起 阿婆 賣淨借呢? 四圍笨 四圍笨 意思是 站下又挨下 坐下又挨下 周圍靠 那盲工吃雲吞? 心中有數 阿婆 人家說我沒有染雞爐 自出自入 鵝姐粉果 好看又好吃 這裏的鵝姐是出了名 人靚做的粉果又好吃 這句通常是用來讚人 廚藝好、手藝好的意思 那泥水佬開門口? 過得人就過得自己 多得自己就多得人住 阿婆 有沒有考你 阿尿遞草子? 喉嚕無功 那什麼叫做無功? 阿屎 阿屎就要出功 阿屎 普通話的滴水不漏 是形容周密謹慎 沒有破綻 但是這句粵語 血後語的滴水不漏 意思就不同 廣府人以水為才 這句話 意思是比喻非常淪跡 一目不拔的人 阿婆 人家說你猛火箭堆 疲老心不老 即是形容一個人 雖然年紀大 但是心態很年輕 有什麼意思? 比喻隔年公正的 不值錢的 阿婆 網友又問你 路舉埋年? 算數了 阿婆 那黑米佬吃死蟹? 黑米佬吃死蟹? 黑米佬吃死蟹 吃蟹 吃蟹 吃蟹就好 吃蟹就好 喂喂喂 我跟妳說 公棍佬舊仔 民襯是威製 今期老廣教大家 現在講了這麼多句話 關於老廣的蟹頭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到 好了 到最後解答上一期的謎底 即是軟毛 阿郭伯爺公 戴見紅鸚帽 越陷越矮 即是善香 哦 那今期老廣還有個謎語 考考一下大家 熊又遵千又得 是講的 沒有了? 沒有 又不約得的? 又可以 哦 今次可以吃的 知道的話 好了 今期的視頻 暫時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有些邂逅語 只要我講上半句 你就懂得答下半句 譬如說 阿茂做餅 沒有那樣做那樣 阿斌叫狗 越叫越走 即是事與願違不聽洗 豉油撈飯 整色整水 即是說 裝模作樣故農懸虛 阿婆我走了 哇 你真是廣東七七六 游逆 十月佳菜 喜心 即是說 對異性動心 濕水棉花 沒得彈 棉花濕水後 是彈不起的 沒得彈 即是說 沒得彈核 東莞臘 短肚 東莞臘腸 大家都討過 又短又細粒 即是形容 矮矮細細又肥的意思 東莞老賣隻 生肚子 竹籃打水 一腸空 老公潑善 妻涼 老婆擔傘 陰公 光棍老教仔 滅片耳摩灘 還可以說 光棍老教仔 食仔米仔 說光棍老是很懂得騙神騙鬼 他有一次就把茶虎淘泥 當古董賣 又被他賣出去 很開心 就買了菜 還是加菜 光棍老的兒子又回去跟老爸說 老爸 我今天買了個古董回來 光棍老一看 誰知自己早上騙人的茶虎 很生氣 兜巴聲 他兒子說 臭小子便宜莫貪 即是說 勸人不要貪小便宜 醬油辣椒醬 你想點就點 點醬油 有些說浸醬油 有些說沉醬油 北方人就說 醬醬醬油 你家鄉又是怎樣說的 滾水綠豬腸 涼透粟的 賣魚腦洗澡 沒有了聲氣了 聲氣即是指消息 想洗澡你是怎樣說的 第一樓的言 單眼老看老婆 眼睛都看了 問和尚借梳 教他去 和尚借梳 彈家婆打仔 看你走得去哪 彈家人是水上人家 在船上生活 走來走去都是在船上 所以便走得去哪 還有彈家雞見水 見宰不得飲 亦都可以說 大人家的燕水 得個忙 造軍跌落 精震 肥佬穿粒衣 多大就多大 沾江也有句老話 叫做雅剛雕老虎 多大就多大 意思即是不理它 搏一搏 活出去 火燒豬頭 你呢 熟口熟眠 番薯蝶落造 乾燴 乾燴 意思即是感嘆 好慘 好不應該 上好沉香 檔爛柴呢 你知不知寶 西南二百虎 專造好印 沙灣燈籠 賀虎呢 廣州沙灣鎮 有很多姓河 而且都是大湖人家 喜歡在門口掛著河虎 這兩個大燈籠 虎同虎折也是同音 河虎即是河虎 所以就有了這句血厚語 沙灣燈籠河虎 即是河必如此 還有很多關於三水佬的血厚語 比如說三水佬考試 少過得過 三水佬吃麵 三梯 六三梯就夠高 三水佬看酒馬燈 六徒有女 三水佬吃黃線 六六 好了 那血厚語暫時和大家講到這麼多 到最後阿婆又要考下你 添雞過河 是甚麼AD 下一句是甚麼 還有沒有添雞龍 下一句又是甚麼 知道的話 留個言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講白話 撐月宇自己有點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年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原來虎瓜的原名叫做桑花 在月宇裡面有的蝦頭語叫做 苦瓜�ug dear 苦瓜蚵苦過弟弟 那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煮苦瓜又為什麼會和弟弟有關呢 我當然知道了 我鴨客寮嘛 所以用苦瓜了 吃多點苦瓜也好 北方人說的梁瓜 即是我們的苦瓜 三元阿虎的弟弟 又或者是苦瓜炒阿虎的弟弟 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煮苦瓜又为什么会和弟弟有关呢 我当然知道了 阿鸦疗嘛 所以就是苦瓜的弟弟 吃多些苦瓜也好 北方人说的梁瓜就是我们的苦瓜 那去时候中山人还会将苦瓜叫做葡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 原来苦瓜的原名叫做蘇门特立一等瓜 据说是由明朝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 由蘇门特立引进到我国的一种瓜类 那你知道了 广东天气炎热火气又旺盛 很容易燃气的嘛 所以偶尚都会煮苦的东西来降下火 旧阵时的人就喜欢将苦瓜晒干再用来煮水喝 但是苦瓜晒干之后就潮茫茫茫揽一住 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广府人见到有人不开心 售味苦脸就会说 十早楼楼一个二个做什么苦瓜干 这样就变好 苦瓜炆鸭苦瓜喇叮这句血透语就很容易理解 苦瓜炆鸭是一道好地道的粤菜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由于配菜是苦瓜 苦瓜的过字除了有超越的意思 还有转移的意思 用苦瓜来炆鸭 苦味就转移到鸭肉上面 所以鸭肉都变得有些少苦 所以这句话就用来形容 生活好困苦 即是苦不堪言非常辛苦的意思 哎,整天早上都怕呼应 一个月当初登日火了 加上买成皮的哦 再这样下去 不是苦瓜炆鸭? 诶,老板苦瓜炆鸭? 不错啊,是新菜吃吗? 我是说苦瓜炆鸭,苦瓜弟弟啊 哦,原来老板里面你弟弟很苦啊 蛋糕真不容易 至于苦瓜弟弟的弟弟 又不是你那个弟弟 他的本词应该是用这个滴滴 是以声词,原本是用作鸭仔的吊声 据说,在旧阵市乡下人赶鸭的时候 就会模仿鸭仔的吊声来转换他们 所以旧时的人将鸭仔会叫做弟弟 有个词会叫做弟弟震 即是形容不停地发抖 由于天气温度低 初生的鸭仔就会发抖 在游水的时候就会更加明显 所以就用弟弟震来表示发抖的意思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苦瓜炆鸭 苦瓜弟弟这一句血后语作书面语的时候 是可以写作弟弟 但是读音就要读成 弟弟才符合本语 你可以理解一下正话的解释 苦瓜炆鸭 对应一只鸭 所以就是苦瓜炆鸭 多形状 多心动 所以就很值得点个赞 不过也有人认为 苦瓜炆鸭是用口脂肪加个底 这个字普通话读铁 粤语独提 在汉气字典集运的解释是同提 原本是指鸭仔在水中觅食时的叫声 鸭仔的嘴巴是扁的 在粤语里面又有扁嘴这个词会 即是形容人遭遇不堪的事情 或者想提哭的状态 所以苦瓜提提是用鸭仔的扁嘴巴 来比喻人在生活上 遇到各种各样艰难痛苦的状态 嘩 杯茶比弟弟更苦 除了苦过弟弟之外 还有惨过梁天来苦过金月谷 形容穷 还可以说穷过磊蒙症 宋代命神磊蒙症 而不是三国的磊蒙 磊蒙症在成名之前是穷到孔的 所以就用穷过磊蒙症 来形容穷困之极的意思 有穷就自然有富 富可以说富过石崇 西晋武帝当政年间生活荒人 当时京东洛阳有三个出名的富豪 分别是杨兽、黄海和石崇 其中黄海和石崇就很喜欢互相攀比财富 所以就有了富过石崇这句话 如果今次被我中了 我还不富过石崇 还有快过陈嘉全震过猫王和狼过华兽只狗 那么多句当中你又听过哪一句 最后揭曉上一期的答案 落雨天挂梅香 下一句是又咸又濕 那今期的问题就是 斑狗不吃米 下一句知不知是什么呢? 知的话答吧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冥妹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一个广东揭后语的视频 相信很多80、90后都听过 但是未必个个都知道什么意思 或者懂得说的 好了 准备接招 阿斌叫狗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阿斌叫月狗 你叫月狗 牛皮灯笼呢 青生爱人呢 不知道 真的好像你现在这么点 極都不明白 神台猫屎人 你还没有说 老人 sabe 这么热 还有鬼拍红美斗 这是鬼拍红美斗 很認知 鬼拍红美斗 你帮我青葬 你看著我 香港人 香港人 你跟你跟我分装 鬥柱喉語 阿萌做餅的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你不需要光光 我講話 阿風叫狗 假句是什麼 你不知道 我發現原來 很多廣東人都不懂這些揭頭語 我以為8090不知道 原來連剛才這兩個 七零牛都不懂 你不懂得選嗎 老婆撥線 老公 老公婆 老公婆新鮮妻娘 知不知道 神台貓屎 知不知道什麼意思 十月芥菜 這個都知道 是起心 不講不知 之前以為十月芥菜 原來是行假的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理解 接著這個可能是難過 泥桃薩過江 知不知道 我聽過 就是說 新男補 真是幾蛋鬼 小時候被媽媽告訴我 一放學回來 就沒有掩雞籠 整隻脫死猴子 當時 網友仔 你知道嗎 當時我覺得我媽媽 為什麼說話這麼熟悉 好像很痛分風 然後大過了 我認識她 說完我媽媽 真是很熟悉 我不理她 後來我聽得多 才知道 原來是說我經常自出自入 而且 還好像脫了繩的猴子一樣 到達跳到達走 還未夠 剛才說了這麼多 你認識多少個 再來 豉油拌飯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先想想想 有顏色的 頂色頂水 有沒有人猜到的 老闆經常說一句 為地為豬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我名叫金康 你明顯老闆是 看淺佛上的 黃線上沙灘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死一真殘 這個時候我經常有網友在底下留言 說我 你正一真是生草藥 為什麼呢 因為說我講得就不講 好了 剛才講了這麼多這些廣東粵語的結合語 不知道你又懂得多少個呢 你還有什麼這麼有趣 更加精彩的結合語 告訴我呢 記得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 好了 今天大臉妹的視頻 暫時就分享到這裡 那你記得在底下留言 關注我 還有點個讚 下次我們再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臉妹 在粵語裡 有很多和地域有關的結合語 譬如說這句 陳村碼頭 鳳島必對 這句是一句很傳統的廣府結合語 陳村是位於廣東佛山順德區 在舊鎮市是雙古雲集的地方 曾經和廣州佛山東本石龍鎮 合稱為廣東四大名鎮 是豬三角主要的商業中心 話說在明清時期 陳村的新墟至舊墟 商鋪大大話話都有三千多間 主要是經營米鋪、日用品、銀號、當鋪等等 為了吸引更多廣東各地的商家來經營 而當時水路運輸又比較發達 所以往來的各種客船都比較多 而靠近陳村碼頭的 亦有很多大大細細的科船都可以拍岸 所以就有句俗語叫做 逢渡必對 因為渡和渡發音差不多 所以就用這句來做比喻 可以這樣做句 喂 迷馬難倒明 你真是陳村碼頭 逢渡必對的 又在渡渡 臨時考我們朱基路美 下一句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知道的話 底下路的言 第二個 西南二百庫 先跟大家說下一句是什麼 話說一晚清時期廣州西南區 有間神巨店 老闆是排行第二 因為快要六十張 所以大家給面 都叫他做二百庫 二百庫有個好朋友 得知他要收學徒 所以就要求二百庫 將他自己的毒仔 收為徒弟 因為是毒仔 金波羅 所以由小到大 都受到父母的寵愛 什麼都未做過 一看就知道是好吃 懶做的人 做了學徒之外 不單止死性不改 還流連煙花之地 二百庫知道之後 不單止沒有管轄 還叫其他人不要勸他 有他 所以三年之後 這位獨生子自然一事無性 二百庫就以三年為滿 可以出師為理由 將這個獨生仔勸推 因為獨生仔的肚子都臭了 而且學藝又不精 所以沒有一間店舖肯請他 白白浪費了幾年時間 所以後來就有人用西南二百庫 來形容那些不負責任 只是做老好人的人 譬如說 阿強 不是我說你 經常像西南二百庫一樣 轉做好人 那怎可以 第三句 貴地餵豬 其實正宗的廣府說法 是貴地棄豬 在舊陣子 廣府人用來餵動物 就用棄字 用在人身上 就用餵字 話說在舊陣子 有個農戶家境好貧困 就連住的家裡就快倒下來 都沒有錢去做 於是他想來想去 想到家裡 有隻豬腦生了一斗豬仔 若然將豬仔養大之後 賣掉了他 就有錢整屋 所以他就對豬腦白搬地呵護 就連豬腦 因為要餵豬仔吃奶 吃不到豬獸 他都願意跪下來棄豬 所以後來 跪地棄豬腦看錢分上 就用來引申子某一個人 因為利益 去被迫做一些自己原本不願意做的事 或者去討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 寬心 可以這樣做 你以為我想求他嗎 我是貴地棄豬仔 看錢分上 其實在粵語裡 還有很多關於地域的脅後語 譬如說這句 石灣公仔 下一句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知道的話 第一次留言 好了 今期的視頻暫時分享到這裡 下一期再見 拜拜 阿婆 那叫玉王大帝第九個孫 嗯 玉膏孫 我又問你二叔公體育股 下一句有什麼 知道嗎 知道的話 回答吧 然後一句老話 廣東人講廣東話 聽不明白就回鄉下 這句話在幾年前很流行 聽起來好像挺對的 如果很多人聽不明白的話 不妨回鄉下 走一趟 和老廣聊聊天 也可以學到不少地道的粵語 學粵語之前 也不妨學一下地道的 血喉語 阿婆 今晚只是炒爛豆 嗯 挺好常做 好齋呀 那潮州人 拉二虎 下句又是什麼 自己戶戶戶 戶戶戶戶 那大灣老買鞋呢 貪大袋 佛山點燈呢 有絕有絕 那如果形容一些流野 的話就可以說 西關豬爾繩 御無雲珠 那聽說大娘 阿豆觀 正敗家鄭 那如果形容一些人 挨初遠 就可以說他正一東莞立場 東莞立場 短途活风 那非洲和尚呢? 嗯,恨恨的 那如果做了些没必要的事 就可以感叹回一句 沙湾灯笼 婆虎呢? 那为什么会是沙湾灯笼,婆虎呢? 旧阵时在日落之后 很多大户人家都流行在门前 挂两个大灯笼 上面通常是写着 星氏加个虎字 旧阵时,潘于沙湾镇,彩控西大 有很多大户人家 尤其姓河的就最多了 所以在旁边之后 就很多地方都会见到 沙湾灯笼 所以就有了这句脅后语 沙湾灯笼,河虎 虎字和虎又是同音 河虎,即是河虎,即是河必 自土虎吃 所以也有了这句脅后语 沙湾河 有仔又没老婆 阿婆,那陈村码头 封土中间 三水老考试 那就好,只要过得过 白云山藏羽 避也没得避 邵庆荷包 嗯,多多人 邵庆荷包 鱼带,荷包,还有竹籽等等 虽然是很耐用 但是看起身就不是那么美观 还有一些寒酸兼老土 尤其是竹籽荷包 如果放两个银子下去 还会哽哽哽哽哽 看起身好像乞丐 所以就有了这句脅后语 是叫少庆荷包 鱼带荷包 鱼带荷包 除了令人觉得没有面子之外 还有连类别人的意思 那死鸡鱼鱼盖 嗯,死等的 那武耳茶包 得罪,没用到来 武耳拿起 那如果形容这件物品 好像肥婆坐屎塔 那样 鱼带荷包 老广,临时考考一下你 太监的马 是什么下句 知道的话,留的言 阿婆,你看下 是的,九种鸭坑 又丢路 这句很容易理解 狗一般不会上瓦坑 貓才会上 如果连狗都上瓦坑 就肯定是有门路 即是有路 瓦坑这两个字 就是正写 是指牙屋的屋顶 有弧度的粒陷处 那样整有个好处 令到雨水不会回流 这个坑是指低华的地方 亦都有人认为 瓦坑的坑字 是写作木字旁加的行字 这个行字是指屋梁上面的环木 例如门框枪框的环木 而瓦坑是指瓦脊 瓦脊即是屋顶最上面的脊梁 所以这个瓦坑并非广府人说的瓦坑 那形容一些陰险小人 你就可以说他 正义冷行街村 嗯 陰陰濕濕的 若然形容一些喜欢占便宜的人 就可以说他 波鸡靠吃 那肥老杖粒衣 嗯 挺大 挺大 阿婆 人家说你厕所看报纸 嗯 挺多问多 那阿婆 写文章 嗯 老作的 匀 答应阿婆一日教他一句普通话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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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 滑东话 对 客家话 黑入话 朝山话 朝西瓜 今期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句地道的谐口语 如果还有其他的话 留个言 到最后解答上一期的问题 是 阿哥生墓就是西枝 柳墓 大 冬瓜素墓 日常长大 二哥 生奶 是虎瓜 三哥 曾医生大 是豆角 四哥 若健康 英姆 矮瓜 那今期的问题是 二叔公 派大计 知道的话 答的嘛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